台南有一名出生一个多月的男婴 医生发现他的右手中指居然比左手长了将近1.5倍 研判是罹患了发生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的拒指症 这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病例报告 必须要靠整形手术缩小手指 出生才一个多月的小男婴 他的中指明显比其他手指大又长 幸亏医生细心在检检时就察觉 确定是罕见的拒指症 没有持续追踪处理就有可能发展成这样 医生表示拒指症的案例在台湾十分罕见 中国和印度案例较多 但发生原因不明和遗传无关 而一开始家长不以为意 以为孩子只是手大了一点 体积减小或者是 甚至是那个阶段 或者是做那个就是 破坏生长版的动作 然后把那个皮就是在缩小它的体积 最终治疗的黄金旗在9到15岁 分阶段整形处理 才不会让孩子在团体环境中感到不自在 他们在肯定里面之后 现在对孩子尽管 就这么做了 这样